辽宁省东戴河新区万家镇与百湿地农民 因政府拖欠征地补偿近近两年 周一再次发起维权行动 围堵了东戴河新区管委会 一度与警方发生对峙 警方发生对峙谷 随后的周二 村民又继续前往万家镇政府维权 由于当地政府一直未能如约支付 本应逐月发放的征地补偿金 东戴河镇的湿地农民 自2021年以来已经发起过多次维权行动 明天就把12月份和13月份一间地方给大家发过去 啊 前发啊 啊 对 啥呀 前发啊 C chromat sovereign 戴上来! 我能不能把神刺 超过来! 真的上天 啊 用一横水 你还有不走 我有不走 对 你还没有 没有啊 咱们都很赔了 我每天都要来,你是不是紧急